由前副总统肖万长发起筹组的两岸企业家峰会 今天召开首次会议 包括台积电董事长张忠摩 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雄 和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等多位企业界的大佬 都出席并且对景气和证锁税等等议题都发表了看法 两岸经贸政策越来越开放 两岸企业界交流也日益频繁 前副总统肖万长因此发起筹组两岸企业家峰会 希望推动两岸企业合作及经贸推华平台 10号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 企业界大佬纷纷捧场响应 包括台积电董事长张忠摩 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雄 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都列席参加 从今年台湾整体的经济情况来看 您觉得您今年春天有看到春宴吗 我 谈到景气台积电董事长张忠摩 一时说不出话来 似乎也呼应了台湾经济闷得慌的现况 该怎么改进大佬们有话要说 连韩国都失掉了 那为什么新加坡国民所得五万多块 我们还在两万 两万一不到 你要均稳去想这一要十年来 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问题出在哪里 这样去解解它 景气不好 郑鼠岁要不要征收 闹得沸沸扬扬 马总统日前说要提前检讨 企业大佬们除了表示支持 也有大佬提议干脆废除 董事长你也觉得废掉会比较好咯 我是胡同多数啦 政府总税本来就是 坦白讲就是一个不该实施的 政府只有想到税的公平正义 但是我想租税不是在谈公平正义 对不对 是在谈说怎么样 把顶做大 让它经济上去 然后如果有什么不合理 我们再利弊得失去做分解 奖安企业家峰会10号除了严宁张成 将以前副总统向万强为首 推派出9位委员 预计在接下来一个月招募250名会员 并在6月召开第二次会议 UDN TV 陈希文 戴君台北报导